近期陷入連敗的獨行俠 最大問題就在防守端 但進攻端問題不大 這場客場挑戰胡人的比賽 上半場就展現華麗的進攻能力 第二節還剩8分37秒10 Luka Doncic一次漂亮給球 給到底線隊友Josh Green投進了3分球 透過重播畫面一看 Luka這次傳球可是從LeBron James 兩腳之間穿越 Luka全場30分12 籃板8助攻還015 Green則是得到了賽季新高15分 獨行俠半場結束領先16分 下半場比賽開始 獨行俠不想給背靠背的胡人喘息 開打才44秒 Luka的3分球就讓比分形成67比49 Luka Doncic單節得到11分 帶領球隊3節結束取得20分領先 看來決勝節可能要進入到垃圾時間 萬萬沒有想到背靠背的胡人 第4節全力沾還有力 這一節由他跟Austin Reese 聯手帶領紫晶部隊反撲 Reef本場比賽17分有9分集中在第4節 這個進球幫助胡人追平比數99比99 緊接著LeBron的補籃 讓胡人在最後1分16秒取得101比99的反超 LeBron James攻下全隊最高的26分 16分集中在第4節 但是遭遇亂流的獨行俠 在決勝階段也非常有耐心 Luka的切入再找到埋伏外線的凱瑞 Irving 他也展現大心臟穩穩飆進3分 KI本場比賽也砍下28分 追求讓獨行俠再度取得反超 落後的胡人在最後獨秒階段仍保有契機 但沒想到LeBron卻在這時候做出了一個 頗具冒險的傳球決定 讓獨行俠把球抄走 比賽也就此定調 獨行俠是104比101獲勝只敗 胡人則是中斷了三連勝 回來體育台綜合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 這點是913比市場 我去擺玩手 衛生女技術 看來用手 ove好走